读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在很多参考的资料 或是听过这样子的信息 就是先知的预言 短期 中期 长期 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这里 看见眼前的这个山 看见了一个山峰 那么实际上它其实是不止这座山 它后面可能有好几座山 那么它中间的距离多远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当我站在这个山头上的时候 我知道这边眼前有一个应验快要发生 可是不久以后又有一个山头 更远以后可能又有一个山头 那么中间的距离到底多远呢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它有眼前的应验 它有忠诚的应验 它有最后远程的应验 所以这叫做众山重叠 在解释先知预言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所以不光是读到当世代的 有很多的预言是指的将来的世代 所有的预言也不是只是为了将来的世代 很多的时候也是为了当世代 只是是局部的应验就是了 我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还有大家晚上访如何 所以我们我们还是开始 大家应该讨论ikes 突然叫做众 Roth 跟智OME 不过就失去 你们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